没事吧 你怎么了你 没事了 风湿 老毛病 你都这样了还没事 我去给你把医生嫁过来吧 这我也不敢碰他 我这是旧伤 很多年以前受的旧伤 一下也就痛 等太阳出来就好了 一凡 你上那个余生微博 看看他还要待几天呀 让他赶紧去非洲大沙漠去 这都什么时候了 别开玩笑了 我没开玩笑 我知道有一款膏药 治风湿好像挺好的 要不我给你弄两片 你试试 你别透了 现在腰上的东西 还没接下来呢 也是 那那怎么办呀 刘先生喜欢吗 可以吸他一下 好嘞 来 我先接个电话啊 你好 喂 亦凡 姐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是能治风湿苦痛的 那得贴钢药吧 钢药不行 他现在腰刃贴不了 身上带着护具呢 要是这样的话 那就应该得热敷 最简单的办法 你呀 就弄一个热水袋 你就不停地给他换热水 一直要敷下去 这样应该就能 起到缓解的作用 好吗 好 你先试试吧 你好 欢迎光临 看一下床跟床垫都有 好 我们这边是装业做床 和床垫的 床垫是和公园装进口的 这可以试试吗 可以试试看 可以试试看 等一下 收一下 这还行吧 藏酒说啊 你夜不归宿 王雨鸣同意吗 不同意也得同意啊 我姐都说了 你这种情况 我晚上会更疼 她不来了 她忙着呢 你回去吧 回去 你腿就不疼了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就想让你快点好起来呗 没见过对秦帝这么好的 你只是假装的呢 还是真不讨厌我 说实话之前跟你斗 就没想过要讨厌你 我其实还挺欣赏你的 别以为这样 我就会手下留情 那也得等你站起来再说呀 我能站起来 行 我说的是真的 知道 你知道我的旧伤是怎么来的吗 现在先别说这个了吧 赶紧睡吧 我爸妈离婚之前 吵得特别厉害 爆起电视就砸 最后就砸我腰上了 后来他们就离了 把我送往奶奶家 我就开始做各种不靠谱的事 打架 砸窗户 我都干过 就是想让他们注意到我 他们只顾着自己的新家 只知道骂 后来骂都懒得骂了 见得不见我 妈妈就更疯了 倒不是还想引起他们的注意 就是希望通过这种刺激 让我忘了我有多恨他们 慢慢地 我也就喜欢上了这种活法 怎么可能如果是乱都贵的 那不是我 我们回去休息时间 我们先去看 我们再在这些感情 然后我们去看 我们在这两个人 我们就要吃饿了 我们一下 你看那天 以后 我就只有他了 我想跟他结婚 可是 一想到我爸妈 我就对家特别惧怕 甚至有些厌恶 我想 那我们就跑吧 就过另外一种 跟家没有关系的生活 结果我们还是没能在一起 直到这次受伤 被救出来之前 昏迷了半天 我以为我死了 我看见了我奶奶 我奶奶跟我说 看 活着多幸运呀 如果这次你能活下来 你就别再怕 也别再恨 回去跟雨明好好过日子 如果再不好好过 怕是以后也没机会了 这次受伤回来 她一直往医院跑 被人照顾久了 忽然觉得自己 没有以前那么彪悍 我就是个普通女人 我就是个普通女人 我身边需要这样一个人 这个人 没有谁比王云民更合适 开始讨厌我了吧 她也不知恩图报了 不会 我很理解你啊 你别同情我了 没用 就算有用 我也不会同情你呢 赶紧睡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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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